五月的成都气候宜人,午饭过后,诺爱之家农场热闹了起来,庄慈欣组织伙伴们跳起牛牛舞,人群中,这位台湾青年笑得格外灿烂。 来自台湾高雄的庄慈欣先后在马来西亚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西班牙学习生活,也曾在北京攻读国际经济法博士。 2017年,他来到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扯齐村,承包了一块农田,当起了农场主。 跳板舞,庄慈欣来到菜地查看蔬菜掌势。 他对记者表示,如今自己的农场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田园梦,还与大陆推行的乡村振兴不谋而合。 我是17年来成都的,那么自从来成都以后呢,我其实就一直想做的是关于生态农庄的事业。 那么当然到了这个20年提倡乡村振兴之后,我就觉得更有信心,这个原来我在做的是符合国家发展的需求。 就更加的专注和投入在生态农庄的运营还有策划。 所以今年其实也开始想要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,也是基于生态,基于教育去做的其他类型的农庄。 起初,庄慈兴的计划是建一个富有台湾特色的有机农场,但由于缺乏经验,一度面临产量低,人工费高等困难。 后来,随着对有机生态农业的认识逐渐加深,他对这座农场的定义也愈发丰富。 在庄慈兴看来,乡村振兴给台湾青年带来了更多机会。 乡村振兴它是一个很大的概念,那么一提出来,其实是释放出来很多的机会给到台青门的。 在一个农场里面其实需要的不仅仅是农业种植的专业知识,我们还需要很多的艺术设计的概念。 那么我自己好像这六年来守住这么一个农场,其实也是为了发出这样的信号,然后跟台湾的青年说,这里是需要你们的。 随着信号的释放,这座占地200亩的农场,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在荣台湾青年的大本营。 每年举办40余场各类活动,吸引超5000人次前来,吸引了建筑、音乐、商业、设计、农业等各个领域的伙伴前来。 庄慈欣的朋友圈越来越大,也收获了许多友谊。 庄慈欣说,大陆朋友真的很让他感动,一句句温暖的话语,一次次真诚的帮助,让他在成都扎根更深了。 那现在就随着我自己这三年来的,就很自然而然的在这里创业,生活,然后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到我在做什么,向我靠近,我就觉得这个扎根是非常快乐的,而且就是很有底气的。 庄慈欣透露,目前农场已投资超1200万元,每年营收80万元左右。 来成都六年多,庄慈欣希望通过自己的扎根,带动更多沿海地区和岛内台湾朋友来成都,用自己的平台和经验,让他们来到成都少走弯路,一起扎根发展,助力乡村振兴。 我觉得这几年在成都,其实真的一半的时间在农场,一半的时间我就会投入到两岸交流上。 因为我觉得,首先当然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台湾,尤其是青年朋友来到成都。 那么我也想说,如果我能够在这方面出一点力,然后通过我自己的扎根的过程,让他们知道,成都真的对两岸的青年非常的友好。 然后希望他们都尽量的过来到成都,这样我们一起发展,可以发展更好,为乡村振兴做更多的助力。